好 那今天要接著上次的 翻概637頁 不生不滅的第二節 上次我們談到那個九種那個 那個636已經談過了 636那個什麼 眾生族跟九物已經談過了 那看637 637這個地方 我們就看底下 那個看底下那個 什麼叫不生不滅 他開始發問637頁的解說 下面白紙 這個時候大會菩薩又成活 威神加批 而領白活說 世尊啊 您所顯示的不生不滅 沒有什麼奇特呢 為什麼 因為外道多說作者 威神就上面那九物 威神等為造作諸法的聲音 是不生不滅的 他的聲音的話 他是生的起的原因 他是不生不滅的 那世尊你也說三個 三個的無為法 就是虛空 威則滅 及涅槃責滅等三個無為法 也是不生不滅 他講外道講不生不滅 你也講不生不滅 第二個 世尊啊外道說 依作者等因 身諸世間 世尊你也說 由無名愛業 妄想為源 然後身諸世間 你們的身諸世間 一個是作者 一個是無名愛業 也是身諸世間 那個比外道主張的聲音 與活所說的此 這個圓的話 只是名字上的差別而已 至於外物 如瓶啊 伊啦 古啦 邁等等的話 須借因緣而生 世尊跟外道的看法 也相同的 所以世尊所主張 跟外道的主張 也沒有差別 第一個的話 就是講那個 不生不滅沒有差別 第二個講聲音的話 也沒有差別 第三個 外道主張 主張 十方 虛空 威臣 世大就是那個 大飯天 聖妙天 大自在天 眾生主等的神我 眾生主前面的話 就是飯天等九物 不生不滅 世尊啊 你也說 翻過來囉 以卻諸法的信 是不生不滅的 若有若無 皆不可得 同樣的 這樣的話 就三個相同囉 外道主張 地水有用 世大總不壞 他們的自信 不生不滅 世大是永恆的 甚至收留於六道之間 依然不捨自信 世尊所說 也是這樣 我認為這幾個問題 世尊所說 跟外道主張的話 他舉出來了 638頁 有沒有 他舉了四個 你外道這樣講 你也這樣講的話 我認為 這幾個問題 世尊你所說的 跟外道的主張 是相比的話 沒有什麼奇特 人講不生不滅 你講那個 造作者什麼的話 只是說名聲不同而已 所以沒有什麼奇特 那現在的話 你說你那 請你為我們解說 其中的差別 即開示 你如果說活化 勝於外道的話 那請你為我們開示 假如沒有差別的話 那麼一切外道 也都是活化 因為你們差別 那你也是活 他也是活 因為他們也說 不生不滅 世主人 你又常說 一切世界中 都有很多的佛 同時出世 那是錯誤的 因為你相同 你佛的他也活出世 如果我剛才列舉的 外道所說 不生不滅是真實的話 外道中也應該有佛 因為不生不滅 就是佛的義民 你講不生不滅 他也講不生不滅 那這樣的話 就有很多的佛 因為這樣的話 一個世界中應該很多佛 因為世尊跟外道所說的 有無因 沒有差別的 沒有差別的 整個裡面 這第一段 第一段 這就起疑 他起疑了四個裡面 五個 而四個裡面 最後五個是叫他說 請世尊 請世尊為他們開示 到底的話哪個地方不同 下面就開示了 開示的那個兩行 我就不念了 跟著下面 佛告訴大會 我所說的不生 從不生不滅開始談 我所 那佛的義民裡面有沒有 佛的義民 其中有一個不生不滅 佛告訴大會 我所說的不生不滅 不同於外道所說的不生不滅 為什麼呢 比諸外道第一個 他忘記諸法 使有自信 換句話講 使有自信就是什麼 有自體 使有自體 且有不生不變的定向 故稱為不生不滅 他外道的話是有自信 有實體 然後有不生不變的定向 這個叫做不生不滅 此極這樣的話 就是這個的話就是不生 他不是不生不滅 他是墮於有見 以我所說的外道 我與外道不同 我是 他墮在外有見 但是我呢 是不計有也不計無 不墮在有無這兩個圈圈裡面 大會啊我所說的法是超越有無這兩個 有無我把它超越的 我離開生也離開滅的妄向 所以的話 側見諸法 持非有信也非無信 下面他就怎麼講 是持有信持無信呢 下面這段的話 為什麼說非無信 兩個否定有沒有 為什麼說非無信 非跟無兩個的話 變為什麼說有信 有沒有看到 非無就是有嘛 為什麼說非無信就是有信 你看下一段 何以說無信那就無信 所以接下來這段是 非無信是講有信 然後何以說無信 先講有信 再說無信 有沒有這兩段這樣分開來 所以我看 實非有信也非無信 不是有信也不是無信 所以的話 非無信就兩個這樣 他先講為什麼說非無信呢 那就是有信呢 因為見諸一切種種的色相 如幻如夢出現 極相不無有沒有 各種像都是有的 所以是有啊 所以非無信 所以不是沒有的 不同 但是不同外道的那個 外道旺季之斷滅不生 跟外道是不一樣的 非無信 何以說無信呢 因為極何以說非有信呢 非有信就是無嘛 他在這裡面繞文字 非無信就是有 非有信就是無 未如幻的色相 無有的自相 自信相可色 所以就可取 眾生自心妄想 既作而有限起不限起 色取不色取 若自心妄見的話 妄取則妄有 不見不取則實 再是沒有的 因此我說一切法無自信 但也不是絕對的沒有喔 只是他只是自心限量所生 那麼妄想分別不生的話 就能夠安穩快樂 世世的勞累而得勇息 於是反乎的話 由不時的妄想分別 造作諸事 當非聖賢的境界 所以的話 我的那個不生不滅 跟外道的不生不滅 是不一樣的 我是超越不生 超越有無 有無我兩個都超越過了 他的不生不滅 是在這個地方 那那個外道的話 是有的喔 因為他都持有自性 那有自體 所以的話 而且有不生不變的定向 那但是我不是 我是超越他的 我是超越他的 為什麼說非無性 為什麼說無性 為什麼說非無性 他已經特別這樣解釋 所以一切的話 只要妄想不生 那你的話 所有的這些的話 都是自心限量所生 六百三十九月囉 過來的話 下一段的話 他又為什麼是不時妄想 因為依妮妄心的話 分別不時禁戒者 譬如凡夫見前塌婆臣 及幻術所化的人 幻術所化的人 幻術所化的人就是 因為前塌婆就是 那個虛幻的東西 跟那個幻術所化的人 像馬等等的 大會啊 余夫所見前塌婆臣 及幻術所化現的人的話 並有種種的眾生 那個傷骨 與其成中出入 好像都有的話 余夫妄想分別 認為真有出入 然而前塌婆臣 及幻術所化的人 本來是本無實體 持無有出入者 這就只有余夫自心妄想分別罷了而已 大會啊 生滅跟不生不滅也是這樣喔 余之凡夫外道 先記著實有法 有生有滅 余一微成神我等 生起不生不滅的迷惑 六四零喔 的迷惑 那個微成神我等 無生滅的有為 也無不生滅的無為 譬如幻化的人 其實沒有若生 幻化的人 沒有若生若滅 因為那是幻化 就是變出來的人 是沒有若生若滅 幻化的人的幻體的話 有性無性 也都無所有 一切的話也都是這樣喔 本至無性 綠意生滅 一切法本不生滅 余之凡夫 墮在顛倒心 不能如實之見 生起有生有滅的妄想分別 當然這也是非聖賢的境界 沒有關係這個等 你那個 等下會繞出來 你躲在不如實之見的話的話 不能如實之 信自信的即滅的道理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的話 甚者了知 法法皆如 你沒有辦法 因為甚者了知 法法皆如 你真如自信 你妄想兩個的話 本來是沒有差別的 你不要有妄想分別 這兩個原來是沒有差別的 換句話講 真妄本來是不義的 如果真 若真如自信 以妄想差異的話 你記著一切 信跟自信 就是有跟沒有 信的就是有 那自信 一切有信 一切信自信 就有跟沒有 不見自信的即進 換句話講 你不能動見 動見的話 那個法法皆如的話 即進離體的話 那你這樣的話 就不能正見自喜 必盡即進者 這樣 就始終擺脫不了 妄想分別 換句話就是 都在妄想分別 你沒有辦法可以了知 那下面的話 對於上面所那個 不如實者 不而不是 不如實者 不這樣 如信自信 妄想意不意 若意妄想者 記著一切信自信 不見即進 把歷代的那個大師 這句話所註解 再做一個歸納 任劫即出這樣講 不如實者 不耳 為凡乎 惰不如實 非實有所惰 如信自信 有實性相 以身滅妄想 虛為不實 亦物有益 若以一切信自信 有實性相 有實性相的話 亦於身滅妄想虛為者 反之一切信自信 有實性相 不見本來極盡 極盡意 任劫註解這樣講 不如實者 入任劫 入任劫的話 就是另外一個意 入任劫 言希望者 不如法信 不合者 最為不同聖賢也 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 以無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 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 聖賢人為什麼會成為聖賢呢 是因為他 了妄想即是真實 聖賢之所以為聖賢 那我換句話 他是 了知一切的妄想 就是即是真實 非有別也 沒有別的 只是你妄想分別 你才那個妄想 本來就跟真實 也是一體兩面 如比凡乎 性自信妄想 與如實裡的話 義本不義 本來是沒有差別的 若未如實裡 與妄想有益 則執著諸法自信 不見本來極盡的體 體你不知道 鄧傑藝書這樣講 不如實者 不爾如 如信自信 雖然句多都不一樣 有的時候不爾是在前面 有的時候在後面 妄想意 不意若意 唐云言 唐云就唐朝那個翻譯 就第三個翻譯 唐云言 虛妄者 不如法信 起顛倒見 妄想者 就記著一切信自信 不見極盡 唐云顛倒見者 執法有信 不見極面 或者句多配合唐亦的話 不同前二柱 又前二柱的話 信如信自信 妄想意不意一句 道章為如信自信 意不意妄想 接下來若意妄想 這樣的話比較容易了解 你就以後讀的話 就把那個句子 稍微稍微倒一下 或句多為如信自信妄想 你看如信自信跟妄想 意不意 因為有兩個東西 所以是不意 這一節大概就在談的話 他為什麼跟外道是不相同的 他的那個不生不滅跟外道是不相同的 做這樣的一個那個 因為不生不滅有三節 有四節 這接著再談不生不滅 請你看一下不生不滅 那個六百四十一頁 記子第二行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翻譯的話 這三一的翻譯有的時候是差別很大 幾乎可以講是顛倒的 顛倒的 那個句子的道第二行 第二行 我說法無音 而凡乎不合 一切法不生 那最後一句你把它勾起來 意不得言無 有沒有 意不得言無 等一下要比較 意不得言無 好 那再倒數 這個句子的倒數 一二三四 倒數第四行 倒數第四行 有譬喻 就夢幻 夢幻 夢幻 做夢跟那幻化的事情 即毛倫 毛倫的話就是眼睛看東西 那個叫毛倫 前塌婆臣 楊艷 這有四個夢幻 當一個也沒有關係 毛倫當一個 前塌婆當一個 楊艷當一個 有四個 有這四個 等一下我們會劉之法 是意會用到這四個 好 看六四二 六四二的第一 這段的話 要勾 那個這次 這次 翻得不錯 無相見勝 換句話講 我們不是要修無相嗎 無相見勝 無相的見是好的 非是相見 相見是比較粗的 相是聲音 若無有相 則無分別 不生不滅 是 則是涅槃 這又講一次涅槃 則是涅槃 沒有分別 不生不滅的話 你如果修到無相 沒有分別 不生不滅 這就是涅槃 所以楞潔金的涅槃裡面 這就一個 又是一個涅槃 然後 大會 言涅槃者 見如實處 就是如實 就是實相 捨離分別心 跟心所法 或於如來 內政甚至 我說此是 極滅涅槃 有沒有 你等於有涅槃 楞潔 楞潔金有講幾個涅槃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佛的涅槃 這個就到佛的涅槃 OK 下面的話 紀子裡面也跟上面一樣 第二行 一切法無聲 亦非是無法 OK 請你把它勾起來 這個沒有意義 但是比較的時候會用到 亦非是無法 下一行 是三個東西 空 無聲 跟無性 這三個東西 把它勾起來 那下面的話 空 無聲跟無也是一樣 再下一行 分析無何何 非如外道見 那下面的話 夢幻 極 垂法 就兩個東西 垂法 那個就是 他把前面把它翻成毛輪 那個野馬 野馬的話 就是楊燕 楊燕這個地方 譯為野馬 那個潛塵 就是潛塌婆塵 有沒有 這樣的話 你說獨活經 有的時候是蠻困難的 那個 前面的話 空無聲無性 是兩個都相當 一個夢幻 夢跟幻 這個可以跟前面是一樣的 那個垂法 前面把它翻成毛輪 然後野馬 前面把它翻成楊燕 看到 那個潛塵的話 就是潛塌婆塵 好 下面 如果再勾一個 這個 哲乎有音論 那就等一下會用到的東西 勾起來 那看六四三 六四三的話 我們要勾一下 經文的地方 第二行 大會 無相者 妄想不生 不起不滅 你讀這部經的話 涅槃有談幾個 這個地方是一個涅槃 無相 我們不是那個是重點 無相嗎 那個不管哪一個 哪個相 無相者 妄想不生 這兩個重點 那你不起不滅 他就不生不滅 不起不滅的話 我說涅槃 涅槃的話 就是這句話 然後大會 涅槃者 如真實意見 離先妄想心心術法 戴得如來自覺甚至 我說是涅槃 OK 這樣的話 那無相就是離相 那這樣的話 離先妄想心心術法 就是無念 就是離相也就是離念 也就是無念 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 這段的話 這一段 任其他講的涅槃 這一段講的涅槃 就是涅槃的時候是離相的 他是離念的 也就是無念的 在這個地方出現這個東西 那下面很快的 就會談 這等於他的解 跑出一個涅槃的那個說法 我繼續這樣說 大會啊 大會啊 正路無相即進的 才是真正殊勝的境界 也就是勝意的境界 不是有相可見的 如果是有相的 那為三界受生的因 有相的話就是 你會在三界裡面輪迴 對 到無相才能夠出三界 會三界受生之因 所以不是勝意 你只要在三界輪迴的話 就不是勝意地 就是他是俗地 金剛經這樣講喔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大會啊 什麼叫做無相呢 無相就是 便是分別妄想不生 就是無相 這個定義的話 是金剛經沒有的喔 你要講無相 要叫你去相的時候 他這個地方告訴你 什麼叫做無相 就是你的分別妄想不生 分別妄想是跑到哪邊 分別妄想 任言經就告訴你 一切煩惱的生起 就是分別妄想 不生的話 所以你不生這個的話 就沒有煩惱 就討到無相去的 這又通到那個地方 既無有起 也無有滅 這樣的話 沒有起也沒有滅 這樣的話 不生不滅 就是如來的義民 就是如來的義民 無生無相 這兩個重點喔 前面先講無相 這個地方是無生 我說是涅槃 金剛經講 你如果見諸相飛相 無相就飛相的時候 則見如來 那如來的話就是不生不滅 這樣的話又轉過來 大會守溫涅槃者 又見如時矣 捨離過去 易於妄想分別所起的心 跟心術法 你要把那個 心跟心術法是什麼呢 就是事 你要把事捨掉 心跟心術法就是事 事的話你要捨掉 你要如實修行 達到正的 正得如來自決勝之的時候 所以他告訴你 是要那個 我說是涅槃 這個是 這個段在講涅槃喔 有幾個那個 兩個 兩個不同 定義是差不多啦 兩個那個 什麼叫做涅槃 這個地方 也是跟自決勝之 摳在一起 摳在一起 這樣的話 他開始就要作結 就要作結囉 就要作結 作結的話 句子是滿長的 因為這兩節 下一節也是用句子 下面的話 因為這裡面有名詞 你可能繞不出來 繞不出來 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再寫一個黑板 因為你這裡面 無音 你那個繞不出來 好 六四四 六四四 這個時候 世尊欲從先前接易禮 而說濟言 他為什麼呢 因為要滅除外道的深論 所以他來建立不生不滅的爭議 因為他要破外道的有生論 所以的話他建立不生不滅的爭議 我說如是不生法 就是不生不滅的法 一般的煩乎 那個愚昧的煩乎的話 是不能了知的 這兩段是大概告訴的 就是說 他的那個不生不滅 主要是要破外道的那個生滅 有生有滅的那個理論 他是有這樣的 所以我說不生滅法 但是一般的煩乎眾生 是沒有辦法可以了知的 這第一個句子是這樣 第二個 第二個 一切法本來是不生的 一切法本來是不生 無自信 非無所有 這個的話你看 你看那個 我看前面 我們那個你翻回來 這是第二段 翻回643頁的句子的第二個 一切法不生 無信無所有 看到嗎 你要對的話 看在哪 對往前對 642 這642頁的那個我們畫的 亦非是無法 對這個 對這個 那個 無信無所有 是對 亦非是無法 再過來 再對上去 再翻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義的話 第二義在641 641的話 亦不得言無 你有沒有看到 亦不得言無 也不能說沒有 無所有 不能說無 然後翻那個 亦非是 不是無法 你這個地方 地方的 無信 無所有 無所有的話 你就翻不過來 所以的話 在下面我們會解釋這個 你看 再翻644 無自信 非無所有 那個 所以看這個下面的整個翻譯裡面 無信 無所有 有沒有 沒有 我們如果按照 按照那個 其那把陀螺義的話 大概是這樣做 無信 也無所有 但是你配合第一義跟第二義 他就不是這樣 他的巨多是這樣 無 無信 無無所有 就是這個是 也不是沒有 因為他不懂我們的一法 他就你沒他辦法 你對第一義 剛剛為什麼我們三個都讓你去 一句一句看 他不是無 他不是無所有 也非 非無法 不是 他是有的 你只有這樣做 就無信 無無所有 無無就是有所有 因為他的語法是不通的 語法不通 你只有這樣 這樣才 你才解得開 那你沒有這樣的話 你就 我們中文的話一定是無信 那這無所有 這一定是這個地方做 他無信你是通的 無信就是無有 然後無所有 這樣整個裡面 你法上 不會通 你要三 所以為什麼三義要去對看 這個就是會議 三義要去對看 剛剛我們勾起來 不是往前勾的嗎 那個 那個無信 無所有的 對 他的對話是在你看 就是第二行 句子的第二行 一切法無聲 有沒有 一揮是無法 也不是沒有法 你再翻前一義的 你看 他弄在無法 一切法不聲 一不得言無 也不可以說沒有 無所有 不可以說沒有 你無所有 就沒有 也不可以說沒有 不可以說沒有 只有這個無 必須要拿到這個地方 才是不可以說沒有 他語法不通 你只有單獨 讀一義的話 你沒有辦法 所以仍且你要讀得好 告訴各位 你到那個華谷山 到華谷山 那個正眼法師 正眼法師 在日本的時候 他不知道有沒有 我不知道 但是他把日本 日本 日本人度仍且 仍且的方法 那個大概這麼大分 他每個就是 先範文 然後三個義 然後這樣 一句一句這樣 他日本人好 好花心 他一句一句 一句範文 然後三個翻譯的話 三個翻譯 就對在一起 那個我有印回來 有這麼大本 你就是 他沒有漏 他就照著經文 照著 他第一個先範文 然後的話 齊納拔是第幾頁 他都這樣子 他不知道哪一部 他有範文 他有範文 就是這樣一個一個 三句這樣背下來 接著下來的時候 這樣這句的話 你就會碰到 你只有讀一義的 你沒有辦法解這句 你只有看 齊納拔頭羅的話 無信無所有 無所有是沒有 你必須三個這樣讀 如果真的你是選 要從楞潔 楞潔境的話 你今天這邊聽了 你大概有一點印象 所以我跟各位講 讀楞潔 我上次一開始 我跟各位開經的時候 把金剛讀手 再讀聖蠻 聖蠻經也是這位 這位法師譯的 這位法師在譯楞潔經的時候 他中文不通 因為他 他是傳教士 等於他是傳火法 到中土來 一到中土來 因為他的大名 人家就 就推他翻譯 他也 他很熱情 但是中文還不通的時候 他非常熱情 就像我們早期 如果年紀 像我上下的 就跟我們討伴 傳教士 噴的米粉 一樣 他剛才來 自己的中文就不通的時候 他這個很大膽 人家推他不意 他就把他翻譯出來 他以為這樣翻就可以了 所以的話 他是沒有語法的 他一直 我跟各位講 後來人家請他 這位法師 人家請他講 任節的 華言的時候 他請求 觀世音菩薩給他加批 我們不是講他的故事嗎 叫觀世音菩薩給他換頭 換頭 結果從此的話 他中文就通了 所以他的聖蠻也通了 但是他這已經翻譯出來 就不能回去追溯 所以這部經是沒有語法的 所以林木大佐也講 這部經根本沒有語法 你只看 那這句的話 你這樣解 你會把經弄錯了 但是他的意思他知道 他這樣看的話 他是通的 他認為這樣是可以的 但我們認為是不可以的 我們是認為不可以的 所以你要 任節真的是 是蠻殊勝的一個 還沒有講 他一個心事什麼 那個事的還沒有講完 你必須先 如果你金剛跟聖蠻 因為聖蠻是他意的 跟這裡面有些是相通的 你這兩個弄起來 大概任節就給你跑四分之一了 有些你修這個任節的時候 像這個今天這個你不要急 有些有些像在談有無常 無常的時候 你先跳開 你的範圍你就說 你的要開始剛看的東西 沒有那麼多 你必須先把要刻無的東西 先弄起來 你這樣的大概有了 下次再慢慢的再這樣弄 你的整部經你就會了解 他是有東西的 他有東西 如果你一直要 有些東西因為好像蓋一樣 你跳不過 你那個蓋你跳不過 那你會很痛苦 你那個東西你跳不過去的時候 你像這句話 你就被他綁住 今天彈的那個 那個這四個有 你會被他綁住 那先不要被他綁住 自己很快樂的這樣彈下去 把那個尤其四的部分 他主要是講心事流 你也盤的話 你先把 你如果現在再讀的時候 因為我這有一個好處是 我大概已經把 任前進是沒有分章節的 一切活與心之一 一切活與心之一 一切活與心之三 一切活與心之四 一切活與心之四 從頭到尾 他都沒人沒分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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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話 我們每個人記憶 你知道嗎 我們的記憶是有一定限度的 你看了很難看 你看了前面 後面又忘記了 他不是 一樣東西不是這樣講 他就講一下 等一下跳到 不要多久 再跑出 像任前的話應該是 涅槃已經講 這次今天講的涅槃是第五次 你必須這樣 你涅槃先把涅槃 先把涅槃 看到涅槃了 你就先看 張傑你的涅槃 這樣看 用三節法 把這部分我看過了 下次涅槃我都弄通了 下次涅槃我就不看 這樣一個一個重點看下去的話 有一個法師就這樣 他把分為四十幾 你一門一門 這樣進去的話 你這部任前 你才有辦法動 你如果按照傳統 為什麼五祖傳六傳不下來 因為你一定要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你必須很困難 有些東西你跳不過就跳不過 你不要急 就是先有你弄的 你自己抓一個 涅槃你就先看 涅槃的話最少給你四個節 就給你跳過了 這哪個東西給你跳過 你越跳越多 你越跳越多 合起來就是一本 把那個東西 尤其它有 因為在談任期的時候 他要對抗外道 所以他蠻多是對抗外道 外道的 因為今天的環境 等一下有一節 環境已經改變了 那個外道是 你現在論人家 人家都不知道改到哪邊去 你還一直講那個東西 你懂啊 所以要隨時與時寂靜 就在這個地方 那個是當時有 現在的環境也不是 那個外道已經 不是我們對抗的 我們不是要對抗 談他的那個外道 我們要的是 他至尊當時的那個想法 而不是在學外道的理論 所以外道你不需要 對抗談他的那個外道 對抗談他的那個外道 色太深在裡頭 像今天的那個什麼 他等一下會有七論八論的 你那個東西 你又把他跳過 你的東西就沒有那麼多 ok 一定要把他弄通 他看心事流 心事流 把心事流怎麼弄起來 那些重點在心事流怎麼斷 修行怎麼修 我常常講修行法 很重要這樣 因為我從這一句 花太多時間了 你從這一句的話 你這樣你弄不過 當一句你弄不過去 你沒有三個卡起來 你弄不過去 這樣這個解釋也很奇怪 一個無性 一個是有東西的 不是無所有 他因為兩個無 他也跟你講不是沒有 好 今天一句話 弄太久了 好 那過來 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前套婆神即幻夢 你前套婆神有 你看有啊 只是虛幻的東西 是沒有 又好像沒有啊 他是因緣 那個水氣在那邊 夢幻也是一樣 所以有性者而無作因 不生者而無自體性 何應空我今當說 什麼叫空 我會說 以利益因緣合合 那絕智者 絕智智慧性不信 這句話下面也會說 事故空就是不生 空就是不生不滅 他是又弄在一起了 所以不是空 一個三公 空很重要啊 在修活法空很重要 我說諸法無自信 我說如釋法 前面就說 我說如釋法 衛意的話 是我說法無因 唐意的話 我說無因論 那什麼叫做無因 等一下我 這個我告訴各位 什麼叫無因 什麼叫有因 你這繞不出去的話 那你永遠會被他綁住 你會被他綁住 因為你看無因有因 無因通有因 有因通無因 外道有無因有因 活也有無因有因 他講的時候 你現在你不知道 他在講前講後 那個你會非常麻煩 下面這句話就是 無信無所有 衛意的話 看喔 衛意的話就是 意不得言無 他前面沒有講 也不可以說無 唐意的話 亦非是無法 覺知信不信 衛意唐意君說 君作什麼呢 他覺知信不信 他講是 智慧不能見 信的東西 智慧是沒有辦法見的 因為他這樣 你這樣必須這樣 去那個 所以你要特別 今天我特別講到 你不是一開始就來的 你已經到一定程度 你覺得楞潔非常殊勝 你要把楞潔讀好 就花點錢 大概幾百塊 就到華谷山的 華谷山有個圖書館 你就去找 他也沒有 他也任何人都可以進去 你就做 你就很簡單 就在忠孝東路 坐那個 到華谷山的車 他就去 去那邊中午又可以飯吃 你大概 一天大概印不完 你就去給他印 你有興趣嗎 就把他印回來 我們當然在看這個東西 就是這樣的話 你才會看到 人家三個義是怎麼排 你自己也要有自己的看法 然後上面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給你加換文 那個人家日本人好工夫 他的是用大這樣一個一個 先換文 然後一句話一句話這樣對下去 這樣才是真正在讀楞潔 那問題是 那你是只有懂文 從文之進 你的意境能不能跑進去 那又是一回事 那下面的話 好 下面的話 是這個句子的下面 沒有關係再再來 為意義緣和 緣和 緣和 緣和和有 因為你 因緣和 因緣和和的時候 就 第一句是什麼 為意義 因緣和和的時候 就會有象限 因為我這也是用 所以也不一定 你能夠各位有幫助 因為我也是用句子 在解句子 就沒有辦法把它說得很清楚 嚴格講 如果要翻譯的話 我就用常行文這樣翻譯的話 會意義緣和和有 因為什麼叫和和 就是因緣才會和和 但是因為他給我的字就是這樣 我就綁住了 我就沒有辦法 所以 一一的因緣和和的話 就會有象限 因緣和和都象出來 都會象限 因為他這句子 我沒有講 你大概也不知道 信限而會 信限的話 而會有實體 那信是看不到的 你分析極威 極威他就沒有和和 會如外道 既有見 就好像什麼呢 如夢幻 如極語垂法 易如野馬 前踏佛 世間的總統事物 本來是沒有聲音 而望線 而像是望 沒有聲音 但是有像望線的 要哲乎有聲音的邪論 我要聲唱究竟的 無聲無滅的聲意 下面這兩次句是重點 我大力聲唱的話 無聲意 聖法流傳永不斷 那個無聲無滅的意 就永不斷 次然宣揚無音論 這句你但是沒有辦法讀懂 次然宣揚無音論的話 那你就會恐怖諸外道 這個等一下這兩句 我會什麼叫做無聲意 什麼尤其是無音論 我會再說明一下 好那看下面 遮乎有音論 唐義的話是唐義相同 未義的話 遮乎無音論 你看 遮乎有音論有沒有 你看到第二義的時候 他未義的話給他講 相互無音論 有無的話完全相反的 你有沒有看到 你就沒有辦法讀下去 他的有音論講什麼 無音論講這種 按未義相互無音論 是無音論 是順勢外道的主章 乃世盡中建立 我所說的無音論 是盡離緣起 不若緣起而說無音 是最初的 極無最初的音 是自盡的 世尊建立 他的建立無聲意是什麼呢 他是為了 破除外道的那個聲論 就是有論 那次然無音論的話 是為除外道的 有守音的論 這兩個 就換句話講 釋迦摩尼所主章 都是破斥外道的 這叫破斥外道 等一下會寫一版 下面再問句子 再做來 告訴各位 什麼叫做有音無音 好 那下面645頁 這個時候大會以紀子問道 外道雲何何所因 互以何故有聲論 有聲論呢 又於何處獻何何 而佛乃作無音論 為什麼佛作無音論呢 這個世尊以紀子回答 政治觀察 你用政治去 你用政治去觀察 有違法 非無音 亦非有音 筆記作生滅論者 其所邪見從世面 筆亦何故聲 唐義的話 互以何故聲 即劉頌亦的筆 筆字唐義為負 按前接紀問的話 亦為雲何何因何故何處 而作無音論 你為什麼做世尊做無音論呢 約有四問 楞潔義書這樣講 此稱上文夢幻隨法等無音 而現象 無音但是有現的疑問 故曰此事雲何何所因 因而有夢幻等事 互以何故而見夢幻等生 此意何何的話 辟盡於何處何何 而佛乃作無音論也 非無音有音 謂義堂義均重 非因無音論 那沒有關係 有音無音的話 都有邪陣 我先唸 大家看要不要寫 外道既有作者之音 外道既有作者之音 不是講外道 外道的話 他認為有作者之音 為三界的話 都有能生的作者所生 不是我們那個九個嗎 那九個的話 是能生作者 一切皆作者所決定 有音反變為什麼 因為他倒是有作者所生的話 就是變成什麼 波無音果 不需要音果 因為他都作者所生 所以他是波無音果 波無音果的 所以變成無音果的話 就變成無音 所以的話 所以為什麼這麼 邪法 而且惡法的話 就是波無音果 他本來認為一切法 都有作者 都有能生的作者 因為一切法 被我能生的作者的話 是所有都由他決定的 這樣的話 有沒有音果 那就是變成波無音果 這樣波無音果就是 那就是無音 波無音果就是 因為他認為是沒有音果 所以波無音 這樣的話 那個就是壞一切法 所以為什麼 所以你看他前面的話 有音跟無音 你這樣會繞不出來 那火法是什麼呢 火法以啟滅造業為音 他是以能造為音 火法是以啟業造業為音 那個你的報的話 會招來苦樂果 稱有音 因為這樣的話 因為你造業為音 你會招來果報 這個的話就是 那個稱為正音 或者是有音 然而獲業的性的話 當體無聲的 獲業的那個性的話 是無聲的 所以就稱為什麼呢 稱為無音論 你看看前面的話 所以這個等一下 我寫下一版 那極無聲之意 活的意思是 你不能剁在有無 換句話講 你要極有為無 那你不能現在那個斷滅論 斷滅論的無 所以這裡面是有落的東西 有落的東西 本來是有音會變成無 有聲音 有聲的音會變成無音 那佛的話 他是有那個音或造業的話 他音或造業的話 會招致果報 那這個是因為你是有音 也也剩真音 但是他的獲業的本來的性質 他是沒有聲的 換句話講 這個時候的那個起獲造業 就是真無音論 無音論 OK 那這兩個這樣的話 弄起來 你前後文 你會看的時候 你會看得很麻煩 記者 他有聲音 記記的聲音 因為外道 記那個有作者 那個作者的話 不是那九個裡面的一個 那個作者 他是一切的聲音 你說他就是 他說三界一切都是能生的作者所生 都是這個人所生的 這個人所生的話 他有沒有音果 那這樣的話 就有音 反而變成不無音果 因為都是作者所生 他就是沒有 不會有音果 這樣的話就變成無音 我佛的話是怎麼呢 佛法的話是什麼 你禍 你會造業 這個是音 他的音教不一樣 他是作者音 他是起獲造業為音 你因為你有音 你一定會招苦樂報 這個稱什麼呢 這個起獲造業稱正因跟有因 這是正因跟有因 但是你的起獲造業的信 那獲業的信 第一個 你先這個的信的話 當體無聲 因為你無聲的話 所以即上所生的 活所生的 這個就是無音論 因為在信上就稱無音論 但是他就是要 因為無音論他是要 不要多在有跟無之間 你要極有為無 但是他的無不是斷滅的那個無 跑到斷滅的無就麻煩了 跑到這波音果跟斷滅的無 那都是邪惡的 這樣的話你就知道 有聲跟無聲 你在讀的時候 不知道前講前講後 你會非常麻煩 你慢慢的去把它弄好 那一開始是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有聲無聲 你轉不出來 轉不出來 這個地方只有這個 比較難一點 就不要難 其他的話大概 大概都還可以 字的話 你慢慢回去慢慢寫 慢慢寫 沒關係 要寫得好 可以傳一下就好 下一個來囉 那個647 看十差難度異 十差難度異 這個地方有很多 我們那個 那個無常品 無常 你這樣 今天會拼 沒水 沒水 沒關係 今天拼沒水 來 請你看 因為這個地方 現在是有陰無陰 有聲無聲 在下一節 在這一節裡面 請看那個十差難度所譯的那個 第三行開始 第三四五六七 這三行要勾 這五行要勾 一切諸外道 身文及元節 七柱非所行 此事無聲下 今晚不聲不滅 任且今的不聲不滅 這個佛所講的是八地以上的不聲不滅 所以如果你已經入聖流的人 這節要認真讀 入聖流的人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這一聲 他這個就是沒有進 這一節沒有進去 這也是登第八地的那個要點在這個地方 OK 好來 看一個 一切諸外道 第三行 那個十差難度的第三行 一切諸外道 身文及元節 七柱非所行 七柱的以下的人 通通都沒有辦法了解這個無聲像 就不聲不滅的話 他沒有辦法完全 那個你的不究竟 要下一行 遠離諸音源 無有能作者 唯信所見立 我說是無聲 我說第一個 他有三個 諸法非音聲 看這個非音 非音聲 非無亦非有 能所分別離 我說是無聲 第二次 唯信無所見 亦離於惡性 惡性的話 如是轉手一 我說是無聲 第三個 下面是沒有關係 下面再 外物有 非有 其心無所起 一切見閒段 只是無聲像 他是無聲的像 OK 這是十差難度的 你最起碼要勾四行 第一個行沒有關係 第二三 我說是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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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要勾 這三個 你如果在立體 你如果在立體 要跟八大的時候 這三個要記號好寫 來 六四八 六四八的中間 一二三四 第五行 無名與愛業 是則內勾首 總字尼倫等 是則名為外 這個前面叫內勾首 後面叫做外勾首 勾首各位知道嗎 勾首 勾首這邊有 有 來 這有關係 請看六四九 六四九的注釋的一跟二 什麼叫諸俗術 諸俗術的講十二因緣 勾結集度這樣講 諸俗術的話 為因緣十二支 其污命緣行 行緣是四緣明色 明色緣六路 六路緣促 促緣受 受緣愛 愛緣取取緣有 有緣生 生緣老死優悲苦惱 這就為十二因緣 就是諸俗術 就十二個 就會用到 勾什麼叫勾首 勾首是很常用的東西 勾首在讀佛軍裡面 尤其勾結軍跑出來了 看它的第三行 有四個東西 勾首的話 勾跟所 跟另外那個 還也是讀所 靈叫做四色 攝取人的方法 有四個 勾者就招眾生 馬最初的招眾生叫做勾 所的話 這個所跟我們用的那個 是第三個 所的話就綁眾生 他如果能夠招就招得來 不能招的話 你要綁他 第三個是 結合眾 結眾生 第四個 靈的話是寬眾生 四種方法 去射受眾生 OK 勾首勾首 這樣聽就聽過來 好 那下面的話就看那個 此時大會以記問道 說明為無聲 什麼叫做無聲呢 為是諸法 無信也 是無信嗎 為故是待諸言嗎 還是要等待諸言呢 這叫無聲呢 還是有別的話 他的名字就叫無聲呢 有名則不應無意 如果有名的話 就不應該無意 唯願就是請世尊 這是大衛菩薩用記指問 希望世尊幫他解說這個 到底什麼叫做無聲 他是無信嗎 還是要等待 所以他是無聲 還是因為有別的 別有法 名為無聲呢 有這三個問題 好 這個時候的話 世尊就用記指回答 非空無信 名無聲 不是空 不是空 無信 叫做無聲 亦非代諸言 叫無聲 他回答這兩個都不是 他上面的問 他跟他講這兩個都不是 翻過來 翻過來 六五零 非有無聲 信而名 也不是別有義法 然後叫做其名亦非 也不是完全沒有義 那下面的話 就是我們勾的那幾個 就從這個地方 雖然我們勾十差難度 但是跟這個地方是相對 第一個就告訴你 一切諸外道 換世話 一切諸外道解曉 因為為什麼他沒有辦法無聲呢 因為諸小的話 我們都現在有 有沒有 我們最大毛病就是有 第二個 聖文元節的最大毛病 現在空 天空 然後七柱以上的菩薩 有什麼呢 七柱與菩薩有 但也 他已經了解了 但是他不究竟 一切諸外道 寫小的話 是現在就是你左右 上去那個聖文元節的話 是天空 從出地 入聖流 然後一直到七地的人 但他的究竟 他是不究竟 還沒有到究竟 八地以上 才叫做無聲之相 所以 無聲 那個不聲不滅的話 是八 無聲華人的 那個無聲的話 要從無聲華人 從第八地談起 這個是很嚴 就比較嚴的 那個不聲不滅 上街祭子 無二義的話 聖文必知火 外道非境界 住在於七地 筆住無聲相 沒有那個 無聲華人的相 筆住 沒有無聲華人的相 堂義的話 一切諸外道 聖文及元節 七柱非守其 此是無聲相 所以這有一點不好 人家基督講 此是一聲法聲 名作無聲 就一聲法聲 名作無聲 外道二聲七地菩薩 非及境界 他們的境界 還不到這個地方 人家基督這樣講 蓋此無聲忍位 就無聲華人 非諸凡小 及偏教菩薩所住地 七柱及七地 以菩薩到八地以後 方破無明 故允七柱非境界 和此以正位 來視無聲意 就你正道的位置 來看無聲華人的位置 你就 大家跟你講 七地都還不到 那下面的話 就是這個就是要勾的 那個 那個 這一直 兩行要勾 那個 遠離諸音源 易離一切事 唯有唯心住 想所想距離 其身水轉變 我說是無聲 這請勾 無外信 無信 易無非 易無心 色受 斷除一切見 我說是無聲 這兩個要勾 這是佛說的 如是無自信 那沒有關係 空等因分別 非空故說空 無聲故說空 無聲故說空 好 這就是告訴你 要離一切相 要離一切相 遠離諸音源相 易離一切事 一切事事果 就一切事相 是的相 唯有唯心 就是安住於唯妙的一心 真如極盡的地方 你要唯有 你要安住在 安住在唯妙的一心 真如極盡的住 安住在這個地方 能想跟所想 都要離開 其身水轉變 你身的話 就慢慢轉變殊勝 這個我說是無聲 我的無聲華人 是這樣說的 我是這樣說的 外面的話 沒有法性 也沒有 無性的境界 這個是一身身是 外沒有法性 內的話 也沒有性的境界 一無心 心能色所色 這些心的話 換句話講 心跟近都要聚空 都要空掉 斷除一切有無間 有無間的話 就分別望見的話 也要斷掉 心近聚空 然後分別望見斷掉 我說這也是無聲 他的兩個無聲 這個地方只有兩個 前面那個十三難頭 有三個無聲 就是第八地的境界是這樣 如是諸法無自性 空等因善巧分別 非斷滅空 非斷滅空故受空 當底無聲故受空 無聲到達無聲華人的時候 那就才說空 那下面的話 今天比較多 下面的話是在講 那個就是十二因緣 十二因緣 眾因緣之術合合 換句話講 十二因緣 前面這句的話 六一 六一的第一句 是在講順的十二因緣 第二句是在講 逆的十二因緣 順的是 你順著眾因緣之術合合的話 則有生有滅的象限 你如果順著那個十二因緣 眾因緣之術合合 就十二因緣之術合合的話 你就會有生有滅的象限 你如果離於的話 你就是斷掉或者逆 逆就是逆 逆的那個十二因緣的術的話 就無別有生滅可得 你就換出來一個 那個逆 跟各位就這樣 十二因緣 當然是順跟逆 是順當然是不好的 就這樣一直無名言行 但是逆的話 各位也不要講說 逆一定是通通都逆 逆的話 你要把這個逆當作 你把其中一個 打向 各位你在辯論的時候 或者在跟打官司 尤其你在不管辯論的時候 你要擊破一個點 不是全部擊點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跟財政部打官司 你給我講一大堆禮 我就找一個地方 找一個地方讓你就 你那個地方垮了 你整個就垮掉了 就十二因緣也是一樣 你要找一個能夠弄垮他 為什麼行政訴訟那麼難打 別人都搞不清楚 他以為是要全部要 那政府的你每點都要去打 不要 你像軍中教那個 這個談等一下又錄音起來 那個談的被人家扣錢 扣錢那個 我跟你講台灣的律師 幾乎一個都沒有找到 後來我在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代表 去打那個數院官司 還是我想一想說 還是我選理長比較簡單 我那錢就可以弄回來 我就 我那個去打數院的話 打數院 他會 他沒有我的辦法 但是我只能擋他一下 我沒有擋他 沒有辦法擋他 擋他長久 這個地方錄音 我可以跟你講 為什麼我可以擋他 我退休的時候 我是公務員 你用公務員退休法 我是公務員身分 你是政府 我退休的時候 跟你打一個契約 你懂我意思嗎 這樣就退休下來了 請問他現在要減我的薪水 我是公務員嗎 我不是公務員 我是退休的公務員 我退休公務員沒有法可以約束我 你要在最後一條 說以後退休公務員 也准用持法 說你的法 你沒有法元 你沒有法元 你不能約束我 但是他這個給我弄的話 他就會麻煩 他會趕快去造一個法 你沒有人 你先把他打亂給他 他在當時他不能承襲 你這樣才有辦法 所以我跟你講 他們常常講我諸葛就這樣 我那時候財政部碰到我 那五個官司他都破 他來碰我 我說你是學法梯的 我也不要看那些東西 我就弄一個東西 弄一個我就給你打一個 我跟財政部大官司很好玩 你不要弄 我第一個就先 因為辦案子的人是公務員 辦案子是公務員 那我就先講一個理由 你是 你知道不知道 公務員有六種公務員 像你的話 有職稱 有考制及格 有職稱有職等的是公務員 你懂我意思嗎 你要考制及格 又要有職稱 就是你科員 你是科長 你是要有職稱有職等的 然後你要送審的 這個叫公務員 考制及格又有職稱又有職等 要送審的 這是公務員 你公務員還支就這樣嗎 那掃地的 那掃地的領公家薪水的 他掃地的時候 那個掃把隨便亂丟 結果人家因為弄到掃把 這樣的話 跌倒了 那受傷 那個掃地 那也是公務員 使人家受傷 那是刑法的公務員 像最近有公投 公投的話 你只領他一天薪水 你領他一天薪水 萬一你在你的 公投那個場 你發生問題的時候 你就是公務員身份 公務員哪裡只有一種 我就先問他 先問他 你知道公務員有這麼多 你我問你一個名詞 你到現在 到現在我問 每次他都 我一直從 承辦人員一直問到 問到台北市 我問你一個名詞 你怎麼執行 你到現在都沒有辦法回答我 他以為一個一個名詞 就這樣解釋 哪裡是一個名詞 這樣解釋的呢 我隨便問你一個 我隨便問很簡單 什麼叫尊親署 他用他很簡單 他什麼叫尊親署 自己所從生 從自己所生 換句話講你的爸爸從自己所從生 或者是我的兒女的話 從幾生所從生 這叫做 我說這個我也不需要你回答 我從明法上我就知道了 我只問你 你的守得歲上的那個 那個尊親署 你怎麼執行 你如果是從自己所從生 從幾生出來的 叫做執行 那我問你囉 那你生你的爸爸媽媽 如果是媽媽過世的話 那你這一生就不要有媽媽護養囉 那你的父母如果離異的話 你這一生的話 你也不要有 你不管你跟著爸爸媽媽 你就一個你就一生就 你就少一個囉 你這有通嗎 他就看到我的公務員解釋 他就這下糟糕了 碰到一個能守啦 他的包括他的案例 我跟你講你的案例也弄錯 你的案例根本就 為什麼什麼叫守得歲 各位知道嗎 國家要生存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人民願意繳稅 第二個人民願意服兵役 所以這兩個法 尤其是守得歲法 他一定是很寬鬆的 老百姓一定不要繳政見 不要什麼 因為所有東西都在你那邊 他叫我要什麼提政見 我說你當公務 我讓他寫得非常妙 讓他的全文都給我博 讓他都跑都跑不掉 第一個你講的 我講的你 你一個人也沒有辦法回答我 我問你這個你也沒有辦法回答我 公務員是你叫我要繳政見 他給我引大陸的三十幾年的判例 我說這個是寬法 不能用嚴的法律移到寬的地方來 我說你那個判例也不對 結果他的法證處長就緊張了 碰到一個能守 跑到我家來 叫我不要打太嚴 他自己回去 我要求他 來舉行辯論 我一個人就到你的會上去 我不帶律師 我就自己去 但是我要求要錄音 錄音要做成文字 讓人家是這樣 他都跟我講他沒有辦法 我就第一個這樣 第二個你自己 蘇彥華講你自己去處理 台北市稅先處就很麻煩 蔡先生以前都沒有注意 你隨便牽著移民進來 我們重新辦 我說我現在對象是財政部 不是你 他就沒有辦法 像這個也是一樣 你十二因緣不是 十二個你通通要把他弄破 你不是這樣喔 你摔一個是跟你最近的 那個的話槍把他打準的話 從那個地方把他斷掉 斷掉的話 他就是那個順就順不起來 你就有突破的那個方向 我就給你舉很多例子去囉 你不要不要不要 覺得很難 你那個打不起來 所以你哪個地方 你的突破點 你一定要那 你的無名看起來 你有的時候 中間有貪耐 你貪耐能夠斷掉 你看你要去斷哪一個 你要從哪邊斷 斷的話就慢慢的就那個 OK 轉太多了 所以第一行叫做順 第二 重因緣就這 你順著十二因緣的 數呵呵的話 那你就有生有滅的下 有沒有 就很簡單啊 你如果逆 離的話 你利於注意 你逆的話 就你已經就那個緩回 緩回了 你就沒有 無別有生滅相可得 你就這個是逆的 你如果 若捨離於因緣的數的話 更無有一義等性 若也一義等性的話 是外道妄想分別 有無惡性皆不生 都不要這樣 諸法非有亦非無 就講到 講回來囉 除其因緣數轉變 是有 有物 惜不可得 今天講太多 那個 你最重要的是 下面的話 下面這個句子 在解釋什麼呢 就逆奢因緣 逆奢因緣 下面這三行 是在講逆奢因緣 但有諸四十五民宿 輾轉為三世的勾手 那你如果能夠逆的話 離開那個因緣勾手的話 生滅之意不可得 那就生滅之意的話 生滅之意不可得 我無生因緣信不起 離諸外道 外道 忘記有無生滅 但說十二因緣勾手 而不說無信 十二因緣勾手 懷疑則不能盡了 那個離緣勾手 若離於因緣勾手的話 別有生性可得者 是則做於無因論 破壞因緣勾手意 那他因緣他就勾手的 下面的話 如登照射縱向顯 所以勾手現象的話 也是這樣 是則離因緣勾手的話 則更有生 生諸法性 則無自信亦無有生 猶如虛空之自信 若離因緣勾手的話 智慧亦無所分別 文別就很好了 那下面這個要勾 下面那個 第二行 若使諸世間觀察勾手者 一切離勾手 從事得三昧 要修行喔 修行喔 互有其餘無生法 三聖聖賢所得法 比住生即無生 生即無生 你要住在生 那但是你要體無生 這個就是無生華人 就是無生華人 比生無生者 就是你住生 但是你要體無生 這個時候就是無生華人 那下面那個很重要 即使諸世間的你正式觀察 六五二囉 正式觀察 觀察勾手者 一切法自離勾手 你要把它看清楚 從事得無生三昧 所以那勾手 一個一個十二個 你把它看清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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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就也是在講 大概 勾手裡面他特別講 你看 無名吃愛等 朱葉等 有沒有 他就這內喔 這是那個 這個叫做內勾手 就捨因緣的內勾手 你看外面的話 專稅 尼土安 種子等 這個 視則名為外勾手 換句話講一個是 一個是 這講正暴的身心 正暴的身心 朱友情的流轉的話 這正暴的身心 你那個一個內 一個內 換句話一個心一個進 那個 若使另有他自信 而其乃從因緣生 彼其非勾手之意 視則不得已成就 若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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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能生便無自信 彼因緣為誰勾手 諸法斬斬相生故 當之因緣守利益 兼施 這次講四大 兼施暖動四大法 華語聲妄想聲音 就記為 你把那個四大記為聲音 聲音四大種 有沒有那九個裡面 有一個四大種 你把它記為聲音的話 離陰緣術無異議法 視則諸法無性 你別說四大的自體性 它是沒有的 下面的話是在講這些東西 在那個 下面一個六五三 有一個句子 比較難 一個句子 第一行請你勾起來 為醫療重病 無有若干論 以病差別法 為種種設施 然後跳第三行的前面兩個 但是點破是 你要看得懂 點破就沒有了 非煩惱更易 而有種種法 那我讀完以後 再告訴你怎麼點破這個東西 為醫 如醫為治療重病的時候 無論有若干的議論 但是你因為病種種的差別 所以你那個對峙方法 有各種種的對峙方法 我會度脫眾生 破壞滅除諸煩惱 所以知道他根氣的優劣 為縮比種種的度法門 非煩惱根氣差異 而有種種活法 我時日為縮一聖法 是則為大聖活法 那這樣的話難在哪個地方 各位我們先一下就你就懂了 非煩惱更易 而有種種法 換句話講 法為一時 只有一種法 你要勾 前面一個非 你把它勾起來 下面一個 一個是法 而有種種法 有沒有 不是因為眾生的煩惱跟不同 而有種種的活法 活法只有一 但是教法是有很多 那個法是活法 而不是教法 你這樣弄一下就弄懂了 要不然你沒有辦法讀 非煩惱更易 不是因為煩惱更易 而有種種的活法 活法就是只有一個 法實為一 就是這個活法實為一 但是教法的話要方便 教法要方便 你看 非煩惱更易 而有種種法 而那個 而有種 但 因為煩惱更易 而有種種教 而不是種種法 差就差一個字 差一個字 所以你看 看這個 下面 如醫療重病 無有若干論 以病差別法 為色種種字 醫學發達 從重、中醫、西醫 各有不同的學說觀點 為健康體強的目標 並無二字 又個人體質不同 並言並非一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療治方法 因病與要 又非煩惱更易 而有種種法 為意的話 我法無差別 它這個就比較簡單 我法叫 我法就是 我法沒有差別 要隨根 隨根定義說 要義說 為說於聖法 是則為大聖 法華經這樣講 雖是聳種道 其實為一聖 又雲如來但以佛聖故 為眾生說法 無有餘勝 若二若三 按因應眾生的煩惱重生 根據有別 佛法實在只有一種 但是教法必須善巧方便 所以的話 它是 而有種種法 不是 不是完了 而有 不有種種法 只有一種法 多樣而靈活 OK 那這樣你 第三句你弄懂了嗎 非煩惱更因而有種種化 不是因為眾生的煩惱 很多 八千 八萬四千煩惱 或者是根據的話 有上中下 然後活法就有不同 活法的話 是一樣一個活法 但是因為 它的那個教法 是那個 不是講到有因無因嗎 有因無因 我本來要跟各位講 那個裡面波無因果 這個地方要出現 一般的眾生 尤其是修行的人 大概對因果的話 因為你大概因果的話 你就是還在 因果的話 你大概都還沒有辦法 可以深信 我大概從路 回過頭去看的話 那因果你不要花時間 因果是非常分明 非常清楚的 今天時間我先舉一個好了 我退休之前沒看國金 但是因為大概上輩子 就是大概就是出家人 回到這個地方 我81年當師長 剛剛當師長 帶團 帶團到北歐 帶團 到國外30天 因為就 那個 王宙龍他 他要培養第二代的接班人 選擇了10個科長 叫我帶團 到外面去訓練 包括人事主任 10個人 叫我到外面去訓練 我當團長 出去10天 很長 出去10天 到北歐的時候 你知道北歐的是 大概就是 我才知道什麼叫日不落國 到晚上大概10點 都還沒有落日 你團長 你不能 你團長你不能出去 那下手機也沒有這樣發達 那下沒有手機 81年 還沒有手機 那個整個裡面 在整個裡面 我那個日子很好記 就中秋節的前一天 中秋節前兩天 前兩天 我沒有出去 沒有出去 我在房間裡面 我就突然好像 我有習慣有的時候 會靜坐一下 靜坐的時候 我父親跑著來看我 他叫我的小名 他要回去了 我父親 你看一個人 不曾出國 一個不太的 他可以從台灣 飛到北歐 去跟我碰面 他叫我的名字 他說要回去了 我這個時候 就嚇得全身汗 我又起來打坐 祈求的話 希望上天 再給我 因為我能在國外 這樣的希望能夠 我父親 我是祈求希望我父親 能夠再活兩年 這樣就過去 我的姻緣可以一串的 就這樣喔 在北歐 我父親 那樣不是 就是我當司長那一年 81年82年 我父親 就剛好真的是多活兩年 也就是八月份回去 也就是八月份回去 在中間還有很多 人生就是 因為我這個地方 可能會給各位加一個英國 因為你換 有時間我再加那個為世 為世可能要加一節 或兩年 談一節為世 一節英國 英國我就怕你信心不堅定 你等一下又再好多 但英國你看不清楚 你英國不要再花時間 在那個地方 你看看我一個不認真 能夠從這邊 飛到北歐去 花兩年 你這個是現在跟你講 好像很輕鬆喔 這是過去的兩年 你當時祈求兩年回來 我回來的時候 我跟各位祈求兩年 我回來的時候 下飛機 還就從直接接機降下來 那個接我的人是我親機 他跟我講 你父親已經度過難關 我父親當時 這也是 我太太什麼事情都不管了 我這個人有一個怪性 我每年送禮 都從醫院送起 所以 然後台大我比較不喜歡 我大概比較喜歡農種 農種上面 當然我自己認為很重要 我大概不然會去打點 我太太 無情好像曾經經過我講 那個醫生 就講哪一個醫生 突然我怕 當時白血病 已經就剩下大概只有剩百分之十的活命 他這樣打一通電話到龍總去 後來 這就很吸引 打一通電話到龍總去 這樣就進去 醫生也就告訴家族 只有十分之一的救我機會 那再一頓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就是他跑去北歐樂 就那天晚上 回來就是剛好 那個晚上已經度過了 那個晚上度過了 你說人生的話 你會沒有英國的話 所以後來會學我的話 那你就必然的 你再給各位講英國的話 那個整個裡面 你不不學那個東西 像我去布地蓋亞 也就大家都不知道 整團的人都會 哪個大家要去 我就好像 通通跑跑跑 就好像回到我的家一樣 我在這個室裡面 我在這個室裡面掉眼淚 住持也接見我 住持喔 你語言不通的那個地方 你什麼 住持 住持接見我 後面那個 金剛金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就是 金剛薩朵 金剛薩朵平常也不開放 我去 我每去去他都開放 我只有待一個晚上這樣 進一三次 可能都還給人家 踏那個金剛薩朵 所以我在現在 英國還沒講完 因為他這裡面有無音論什麼的 我要跟各位談一下英國 讓各位 你有肉 我們都有肉身 這一定要好好的保持住 我們也很多的外物 很多的事情 有的時候該捨 因為年輕有年輕修法 年紀大有年紀大的修法 大家都不相同 不相同 方法你自己要那個東西 不要浪費掉 不要有些東西 不要在那邊 又在那邊 一直在打轉 就像世界不經吧 就好像就是內耗 你自己的話 就一直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空耗 空耗 空耗你一直走不出來 那不好 今天又要叫這個第二 有些東西 我剛才說 你應該會對 我應該會對 你應該會對 很幸運 我應該會對 你實際上 已經有說 我應該會對 你也很想 我應該會把你 你沒想到 身體 你應該會對 感谢观看